所以最傻的人 就是把这些负能量放在心上 老阿尚说的 最傻的人 把这个垃圾都放在自己心上 污染自己存静存善的心 这个太冤枉了 而且还真的是对方不对 我们能包容 那我们忍入的功夫就提升了 而且金刚经说的 为人轻健 你在学大臣佛法 受持独颂属经 为人轻健 先是罪业因度恶造 我们过去生有造三恶造的因 已经是人轻健故 先是罪业即为消灭掉 所以老阿尚面对这些逆境恶远 帮我消业障 老阿尚这个都是依照 大臣经 金刚经在指导我们 这些法不容易遇到 我们能遇到了 欢喜受辞了 那这样你面对逆境恶远 你都觉得 三恶造的夜消掉了 没有坏事了 没有坏事了 谁处逆境 谁恶有 无诚会 业障尽消 人就障碍越来越少 福会越来越增长 我刚好也 遇到一个同学 他说 我跟一个朋友 十年的朋友了 结果 他有一天跟我讲 说他这些年 有时候 有带动同学 排挤 排挤对方 这个同学一听 我把你当好朋友 你这样带我 然后就 不想跟他交朋友 要跟他绝交了 那他问我这一句 问我这个问题 代表什么 他心上怎么样 现在还是 拖着这件事情 所以说实在的 你原谅别人的时候 你是解放了你自己 你自己才能解脱 治他不恶 你记恨哪一个人 说你自己是很自在 不大可能 但是我们去看 那个烦恼的根源在哪 烦恼的根源 真的是我 为什么 很不高兴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我起作用了 假如 我们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 我们的重点 摆在对方 那对方是什么 他良心不安 他觉得 以前自己这样做 错了 所以他才说出来 他同学说 他不跟我讲 我也不知道 他干嘛跟我讲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事情里面 就自我的感受 自己的角度 没有办法是 从对方的角度 所以从自己的角度 很容易起见识烦恼 从别人的角度 你可能就 过宽心量 比较能够慢慢养成 感同身受的能力 现在的人活着不容易 你看现在忧郁症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能体恤现在众生整个成长的环境 我们希望别人不要因为我们有负面的情绪 我们希望我们都是给人家正能量 这也是我们对这个时代 可以尽得一点力量 我们不能让这个趋势继续发展下去 我们要扭转乾坤 好 当然假如这个愿 是我们的错了 那要赶紧去道歉 求人家的谅解 当然 这个愿欲望 这个欲就是 赶快了 定早了 放下 忘掉这个 这个仇恨 怨恨 所以我们 说到这里了 我们现在心上还有 放哪个人 的不愉快 不要污染我们纯净 纯净 纯善的心 这个是自爱 你看我们不懂自爱 我们不容易爱人 比方你看我们心上都摆怨恨的事情 跟你交情好的人就受你影响 是吧 比方说 这个朋友一提 某某人太过分的气死我了 对啊 对啊 在那里开埋怨大会了 然后假如你是愿欲望的 当人家在抱怨的时候 说哎呀 别这样 别这样 反正会伤身体啊 反正他帮我们消业这样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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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推波助澜 好 所以抱怨短 抱恩长 这种抱怨的心啊 越短越好啊 最好马上就把念头转过去了 阿弥陀佛就转了 好 抱恩长 抱达恩情的这个心意啊 要长存不忘 好 那这一点呢 好 老和尚给我们标语的 最遠的是淋漓盡智 這個都是處世的智慧 這是物造法師 談到他跟隨老和尚 從老和尚身上看到修忍辱的功夫了 老和尚離開台中聯社到台北來 因為老人家自願要學獎金 後來遇到韓館長 館長就給他找地方借地方 早年還沒有圖書館 那物造法師就已經 在聽老和尚講經了 所以整個過程的困難 那物造法師是很清楚的 甚至於是 老和尚 有一次對著大眾講 因為確實是沒有錢租場地 老和尚說各位同學明天 一定要來聽最後一堂課 因為我的房租 付到明天 也只剩下明天中午的一個饅頭錢 後天要在哪裡生活 要在哪裡過日子的 我也不知道 這老和尚走過的路 館長的性格 就是道義 馬上就邀請老和尚到他們家住 當然老和尚 你看 這種情況都是請示李扁蘭老師 老是同意了 他才做 所以這個過程 所以這個過程 就說一句都沒有講 都念他的恩 那 佛道法師說 所有的法師講經都講忍辱 那什麼叫忍辱 我們現在這個算不了什麼 因為韓館長有時候情緒控制不了 指著鼻子罵 老和尚在台上講 館長在下面指著鼻子罵 有時候脾氣上來控制不了 拉著牢上的衣領 拉著要去跳樓 所以這個 武道法師說 這個不是修行功高 這不可能 有幾個法師受得了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這個 武道法師說 很多人看不懂 離開了 離開了 那個 依止善知識的永遠 就 流逝掉了 所以那行人看門 老和尚也有介紹 人到李秉仁老師那裡去學習 那麼好的善知識 但是 也都離開了 所以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緣得聲鼻鼓 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緣 能夠真正看懂一個善知識 依止一個善知識 這種緣分都不簡單 而 我們冷靜看看 現在 因緣不容易 很不容易 形成一個殊勝的緣 但是緣很容易就 不拒絕了 不拒絕了 好 因為緣要拒絕 比方說他有十個重要的因緣 才能成 其中一個緣沒了就沒了 太不容易了 太不容易了 是非經過 不知難了 他老和尚很清楚 現在的緣太難了 你看到新加坡去老和尚說 只要有兩個人不同意 我就不能留在新的坡來 我就不能留在新的坡來 我們這一路走過來 很殊勝的緣 有時候很快就開始變化了 所以老和尚這個表演 就是我們都既恩德 這種緣 這種情意 才能走得差 假如你心上放怨了 那這個緣就開始變化了 所以曾廣賢文 相見亦得好 久住難為人 相見的時候 哎呀 聽得不得了 相見 恨完了 結果認識的七天十天 就記他的缺點了 那慢慢關係就不好了 可能就互相批評了 這個團體的是非就起來了 所以只要 不能 能恩預報願慾望 這個團體的流動率一定很高 你恩預報了 哇 大家那種氛圍 哎呀 太有情意了 這個能拒人 都是挑毛病了 人心裡覺得 還有寒心了 那是留不住的 人心的象背啊 其實都在我們的 心念 形成的磁場 磁場是會感召的 哦 那我們是跟老大上學的啊 要學到精髓啊 好 那這個財務啊 啊 在這個世間是資深的必須平安 啊 何人有財務上的往來 啊 要清楚分明 才不會產生誤會 這樣會破壞了彼此的信用和情侶 啊 啊 這個包含在 道場當中 哦 要看老大上說讚讚 佛陀教育基金會 為什麼 他的帳目很清楚 哎每天 哎都可以對帳 哎你建立這種財務的規範 啊 取信於人 老大上讚讚 為什麼 我們要懂得老大上的用意啊 老大上在指導我們 哎 輕盈道場要往這個方向去 啊 你不能老大上在教導了 哎呀 我有我們的困難啊 什麼的 有很多理由 借口 而且你會產生後面的流逼 哦 可能人家會 對我們的這個信用啊 會有影響 啊 其實要 什麼事情啊 都能做的 好 當然有客觀情況 慢慢往那個方向 天下無難事的 只怕有心人 好 那當然主事呢 老大上也是指導我們 學佛首先呢 學吃虧 好 決定不占人家便宜 老大上開啟這個意 不語取 好 就是 不占人家的便宜 這是意 好 吃虧是福啊 哎 哎 取餘少了 不計較了 這心量大 有厚福了 哎 懂得吃虧 懂得讓 啊 讓則有餘啊 爭則不足啊 啊 讓我們的學生從小啊 能建立這樣的 主事的態度 好 好 那這個 恩欲報啊 願欲望 那等於願呢 不要放在心上 這樣的鍛鍊呢 我們以前傳統社會啊 他是大家族 那你七八十的人 這是少的了 多了一兩百人住在一起啊 大家想一想 把願放在心上啊 你說這每天都要見面啊 這個家日子好不好過啊 不好過了 鍛鍊 以大舉為重 以家庭為重 以和為貴 不容易放這個願 兄道有弟道共 兄弟目笑在中 以父母之心為心 天下無不友愛的兄弟 以祖宗之心為心 天下無不和的族人 對啊 你能以大舉 以父母祖先為心呢 你就不會去計較這個願的 再延伸 再延伸 就到了團體 甚至到了國家了 這個修養就展現出來了 團體 團體也是一個大家庭 我們小時候讀過的故事 臉婆跟令相 這個環璧歸兆 講到這個故事 我就覺得這個中華文化 國大精神 一個字裡面有智慧 一個詞裡面有智慧 一個成語裡面有智慧 還都有典故 你沒有歷史悠久啊 沒有這樣的文化祭奠 剛好我去印尼分享課程了 印尼三十年沒學華文 所以去講課的時候啊 是要透過翻譯的 是要透過翻譯的 結果呢 我講到 要講完畢歸兆啊 不是要講復經請罪啊 哇 講了很長的時間 要介紹戰國 你假如我們都有學這個中華文化 四個字就解決了 復經請罪 那我們看到 那趙國令相如 出使齊果 他智慧雙全完全 完畢歸兆了 完成這個外交任務 被趙王封為上卿了 位置在廉婆的上面 那廉婆出身入死 他覺得他的功勞更大了 你這個就是只會耍耍嘴皮而已啦 居然在我上面 然後就處處刁難令相如 令相如處處讓著他 結果 令相如旁邊的人就看不下去 覺得令相如太軟弱了 不過呢 他身邊的人還挺 挺挺可貴的 他也 說出來 你有說出來才有溝通啊 沒有說出來 你有可能誤會了自己的領導 就好像物造法師會觀察 他知道老阿山在忍辱 不然他就 不然他就 比方說有人誤會 老阿山 老阿山懦弱了 那可能他就留不住了 他又沒有講出來 那就沒有及時溝通了 溝通也是很重要 我感覺喔 我們現在的人 溝通訓練不夠 為什麼溝通訓練不夠 甚至也 現在有一個詞叫社口 要跟人家交往溝通有點 好像有點壓力 其實溝通 感覺啊 你這個跟社會大眾交往啊 這些緣很廣喔 你從那裡投出來的呢 從你跟父母的關係啊 啪投影出來 所以你很不敢跟別人溝通 溝通啊 你可能跟父母溝通啊 也有限 你會 寄 寄人家的願啊 有可能你 也有寄父母的願 沒有放下 沒有放下 所以人際關係啊 可能是 一面靜子 照回來我們跟父母是關係的 愛情者不敢誤於人 敬請者不敢慢於人 好 我們曾經講過七個即時 不能使勁用背就七條 是要舉一反三 那個即時就是時機點要做住 所以即時溝通 即時溝通 你沒有即時溝通造成誤會啦 後面要再來講 不好講喔 即時認錯 你錯 你錯了 你錯了你沒有認錯啊 別人就 看了就很難受了 你馬上認錯人家 人家還覺得有修養 跟現在的人還要及時睡覺 現在都熬夜 熬夜最傷自己的正氣的 補自己的正氣 那睡覺最好補的 比吃東西還補 好 結果 他跟身邊的人說 現在趙國說到秦國的威脅 那秦國為什麼不敢敬犯呢 那就是我們這個文臣武臣 團結 以他們兩個為代表 假如我們兩個衝突了 那這趙國就危險了 結果這個話 傳到連伯 連伯馬上覺得很慚愧了 父親請罪了 那令相魯一看 令相魯都是知道 連將軍對國家的貢獻 他心裡一定都是放這些東西的 趕快就過去把那個經濟要解下來 是吧 這就是國家的大忠臣 不會因為私人的這些願 而忘了這個 國家的大局 那連伯也很可貴 那連伯也很可貴 那他即使 能夠認出 那兩個人就變成 生死不餘的 文景之交流 那你看 連伯對 令相魯 有惡意相向是好事還是壞事 好事吧 現在才有 復經請罪這個成語 所以 令相魯用的是公心 用的是真心 逆境惡緣 都轉成殊勝的表法 所以 我們從此刻開始用真心了 我們人生就沒有壞事了 那這個日子過起來 就有味道了 不是要品茶 還要品自己的人生 早上品過來了 學佛是人生最高的小說 我們也要慢慢品出這個味道來